接下来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花的世界博览会 花的世界展览热闹开场 美丽一镜心灵神会 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管它是健康或是不健康 都有它深层的意义 今天看到俊杰的作品 让我非常的感动 其实很多自闭的孩子都有特殊的天分 希望今天的作品 透过媒体的报道 让社会大众看得见 更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新兴额 更多的关怀与鼓励 让孩子可以在坦然无忌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观看民众观看时都充满感动 用色与意境都非常特别 避震的孩子有法度把他们扶行中 把他们的心灵都抑起来 我觉得很不简单 也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今天来看这个藏 我觉得这块火 有一种酷骨和古典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大家 没有想要来看发展 希望大家来看看 来把这个自闭这个儿童招牢 来给他鼓勒 来给他赞同 给他赞同 绘画的表现 可以看见画家内心的热情与温暖 今天看俊杰的展览 让我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惊艳 因为其实俊杰的创作 他的用色非常的活泼 那可以看出他 其实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应该是非常热情澎湃 所以让我觉得说 因为他本身是自闭症的小孩 那有这样的状况 通常我们都知道 这样状况的孩子呢 他在很多孩子 在艺术方面 都会有特殊的天分 那看到俊杰的 那个创作表现 其实会让我觉得说 他的这个部分 艺术的创作 真的是他很独特的一个天分 那也感谢陈导演 就是他爸爸妈妈 对俊杰这样子的培养 让他也有很自由的 一个创作空间 然后也很用心的 帮他办这样一个公开的展览 让我们也可以看到 俊杰优秀的创作 致闭症儿童的惊人天赋 不仅是男人可贵的宝物 更是每个致闭症儿童的家庭 可以培养孩子的方向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高雄采访报导 ~~ 喜欢闭症有的